各位觀眾,最近我們聽到一個相當不幸的消息 就是一位我們長期支持者,他自己身患患跡 名字是Messiah 大家如果有留意我們的節目,其實很清楚 就是毓民歷來在立法會演說的片段 或者質詢的片段 都是由這位網友經過自己製作過程擺上網 但最近他身患患疾 患疾都頗嚴重 我在此呼籲大家 特別是我們的支持者,MyRadio的聽眾 你可以上他的網頁 即是Facebook的帳戶,多點去關注 看看他最近在他的網頁發表了一篇很長的文章 說他現在的情況 希望大家能夠支持和多點關注他 應該是Facebook的名字 應該叫做S-O-H-U-T-E 然後是S-O 大家可以看到 你可以上去這個網頁 要去看他的網頁發表了解他現在的情況 還有希望大家多點關心支持這位朋友 過去一直以來,即是這麼多年來 在2011年開始 就發表第一個視頻 到現在已經是六年的時間 很長時間 我們阿彤和台長在這裡 就呼籲大家多點關心他、關注 或者上他的網頁 他會提出一些… 希望大家能夠支持他 大家希望可以按照他提出的建議 大家可以支持他 因為他現在都算是重病的 要醫病的 要吃標靶藥的 情況都不是太好的 尤其是經濟狀況 希望大家多點關注 我這裡和台長做一個呼籲 希望各位支持MyRadio的朋友 亦都興奮彌賽亞組織物藥 希望他早日康復 一定要幫助我 健康混帳 Ave human 又比你活動 你要注意 他會不會包括我 如果想這種人 就會走開 我自己就已經將你做 掌訣裡 他也不有點美 建議 空間 Heidi 要健康 他跟我們一起講 吃死 他 今天和大家見面 今天都要講一下立法會門口 泛民主派的議員在這裡紮刑 楊岳橋在Facebook上貼那張相片 覺得很有型 就是這個刑我自己紮的 當然這種抗爭的方式 我又不會去批評他 但現在真的形勢比人強 我只可以這樣說 我都沒有氣力 也沒有興趣再去批評你這班 你有沒有窩囊廢 我也不會跟你計數2011年 你有沒有支持這個修改 議事規則 還有你現在 今天的訴求 你以為人去支持你包圍立法會 那又怎樣呢 要你找人去包圍立法會 然後那個訴求叫反對修改議事規則 不好意思 現在那六十幾個修訂案 屌你那些泛民都有的 你也是在修改議事規則的 你也是提出修改議事規則 不過我很公道說 你那個修改議事規則 就是為了要阻擋他 去修改議事規則 可以這樣說 我幫你講完 你打算多點時間 可以拉布 令到他3月11日之前 沒有辦法通過 廖長江等人提出那個 包括降低立法會大會 全體委員會的法定人數 門檻 這些修改 或者賦予主席很大權力 那些相關的修改 但是你也提出修改議事規則 那為什麼我要提出這個觀點呢 你會令到民眾很疑惑 你又提出修改議事規則 建制派又提出修改議事規則 然後你現在說反對修改議事規則 這個不清楚 你這個說法是對嗎 那你怎麼動員到那些人去立法會 門口和你扎刑支持你呢 你解釋給我聽 接著就是 今天修改議事規則 明天23條 那狗糟糕答白 是不是 修改議事規則 建制派提出修改議事規則的建議 完全就是為了針對泛民主派的拉布 這是第一 第二 客觀的效果 就是令到整個立法會廢武功 OK 所以這個是七殺權 是吧 七雙權 七雙權 學武功你就知道了 對不對 雙人又雙己 是吧 但是他沒有所謂 因為他是建制派 你想想他是橡皮圖章 是吧 他自賤 自閹自賤 建制派就是自閹自賤 就是為了對付你這個泛民主派 所以他自閹自賤 是吧 等於連湯家驊這個契弟都走出來說 喂他們忍夠了 現在要反破很正常 是吧 所以湯家驊這個是百分之一百的賤人 但是你這幫泛民主派夠人敢罵他嗎 是吧 你現在明不正言不順 你說反對修改議事規則 你自己提出修改議事規則 嗯 雖然我都幫你說了 你提出修改議事規則 是為了 希望延長那條戰線 以時間換取空間 令到他們提出那些修改議事規則的議案 不能夠在3月11號立法會補選之前通過 是這樣的 當初這個 蘋果日報還要幫你吹噓 說你偷襲成功的 結果 別人來一朝合併辯論 每人只說十五分鐘 那你就彎彎公司了 接下來的星期三、星期四大會 就氣肉 是吧 可能要辯論 然後要表決 那表不表決得成 我覺得 這個星期三、四未必能表決得到 那就好了 再拖多一兩個星期 那又如何 對他來說 距離3月11號 還有很遙遠 很遙遠的路 還很長 除非你在這段時間 你動員到很多人 你以為動員到很多人 好像 當年反高鐵 包圍立法會 在舊立法會大樓 好像當年 反對這個民主黨提出的政改方案 即區議會方案得到通過 在立法會門外 包圍立法會 那些群眾 群情空中 兩次我都有參與 兩次我都有參與 我不敢說我有什麼影響力 但兩次我都有參與 反高鐵那次 那班左膠包括朱凱迪這班人 是嗎 陳景輝 他是上來辦事處 找我談 接著社民連 就出錢給他搭台 OK 社民連三個議員 就在財委會抗爭 就是這樣 到反政改那一日 就是人民力量的時代 應該是人民力量時代 那時是 照計就不是 那時人民力量未成立 2010年 如果你說政改 是2010年 那時還是社民連時代 在門口 又是包圍 那時也很大陣仗 有直播 有上台發言 然後還要搞到 何俊仁 張文剛 要由警察 互送 離開立法會大樓 我還要站在他旁邊 怕人們會打他 你知道嗎 我最記得了 那兩次也有很多人 當然 結果也是不成功 政改照樣通過 那次更加沒有辦法 整個民主派支持政改 你沒辦法 就是這張 我站在他旁邊的 這張照片 現在看得清不清楚 是否看到我 我在何俊仁旁 是否 只會燈射著 不要緊 待會我們過去 那有很多 就是這樣 何俊仁後面那個 就是 金賴衛 金賴衛 旁邊有一個字 兩邊的欄杆圍 全部都是我們的人 你真是 這真是印象深刻 好了 真的 還有搞到那些 反高鐵那次 搞到那些建制派 全部要由警方 護送 在特別通道 然後落地鐵走 那次是 那又怎樣 這樣也是通過 高鐵也是通過 貸款也是通過 政改也通過 難道你現在 聚集幾百天 就可以令到 這個 議事規則 這一場攻防戰 你可以取得勝利 其實這就是 議事規則攻防戰 正式的說法 應該就是這樣 什麼反對議事規則 反對修改議事規則 你自己都提出修改議事規則 即是在今次 不是說2011年 11年就是支持 投票通過了 是不是 那一波都不同 你計算了 即是 即是我覺得現在 你 為何動員不到群眾呢 請問 為何沒有能力 動員群眾呢 跟著你現在又要 即是 折述本土派 說他們不參與 你問你為何要參與 是不是 本土派為何要參與 你這個抗爭 請問 你找什麼來說服本土派會支持你呢 你自己有人的嘛 你這麼多人 是不是 投票幾多人支持你 投票支持你呢 現在你說的那些話 即是 這個星期三 就進入了關鍵的階段 所以我們今天開始 就留手希望 讓市民呢 就 更加早參與行動來表態 是不是 因為這個修改議事規則 會嚴重影響 立法會運作 以及監察政府 的這個 功能 那又怎樣 那又是 還有今次呢 如果你看回民意調查 才會嚴重 你明白嗎 我上個禮拜說過 如果這樣的情況 除了流血 或者更激烈的行動 你可以改變結果 改變到結果 你不敢這樣做 我再講 你又繼續罵我 混蛋 收共產黨籤 是嗎 你除了總辭 這才是一條 殺出一條血腦的大哥 對不對 不做這幾年 依然會死 等立法會空轉 全部的建制派和政府 自己搞定 就自己承擔責任 有什麼錯 你說 你現在在做什麼 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是嗎 忽人忽鬼 所以大家 群眾不會支持你 你不同於03年 喂 那個訴求很清晰 賭董犯23條 加上當時沙士 是嗎 那用幾十萬人上街 是嗎 那跟著是有效果 嚇到自由黨馬上退 是嗎 你現在有什麼效果啊 那你有些人可以說 就是因為03年 五十萬人上街 搞到這個共產黨 正在收緊對香港的政策 然後才有這個 在人大 不是 政治局 常委 曾設設一個 港澳小組 是嗎 嗯 由這個政治局常委 其中一個政治局常委 做這個 港澳小組的組長 直接 就是 香港就要管 香港就要管 就是因為你這幫人這樣 用幾十萬人上街 所以就要收緊 你可以這樣說 其實是 如果你這個邏輯可以成立的話 你就什麼都不用搞了 總之就是 你怕共產黨不開心的事 全部都不可以做 那香港就是郭泰民 不是啊 另外一個 你猜共產黨不開心的事 你猜他就不開心 不是他出石 你猜他就不開心 現在就完場 那就買石 去到現在 那你這種抗爭 意義在哪裡呢 都說不到被人聽 大哥 我現在沒有說你不對 我一早就說了 建制派這種做法 除了是成人之危 嘟嘞嘞 但是你想想在他的立場 難道等你救人的嘟 你才來修改二時間 當然是趁你病 我才去修改二時規則 當然是趁你病才拿你命 這個在政治鬥爭上 你還沒說 他建制派也沒有錯 在他自己來說 但是他們一定是混蛋 這個不用說 建制派是混蛋 共產黨是混蛋 這個已經不用說了 這是常識 但是為什麼你會做到這麼醜樣呢 這個才是一個問題 對不對 你沒有第二個辦法 你離開就是這些 和平、理性、非暴力 摘贏 你老母 打卡拍照 人多的時候 走出來逐個排隊演說 你輪流就在這裡說話 享受掌聲 說得到下面 就叫幾句口號拍手上 那就很高興了 對不對 在立法會也不敢衝擊 也不敢打人 你什麼都不敢做 搞什麼呢 你繼續用這套方法 你是不可能成功的 對不對 所以我說 你要和平、理性、非暴力 就是集體種子 你要跟他組織就是肢體衝突 準備坐牢 就是這樣 你可以動員到群眾 是吧 衝擊立法會 那就坐牢 有版給你看的 新界東北那個 是不是 都不是很大規模的衝擊 就是坐牢 有沒有 台灣的立法院 太陽花 是不是 那個所謂反服貿那個 衝進去佔領立法院 衝進去行政院 搗亂 是吧 衝擊官署 絕對全部不起訴 因為 民主 是吧 對 但是有些民主國家都會起訴你的 是吧 那他不起訴 因為民進黨執政 為什麼不能起訴 是吧 這也是一個政治原因 如果你要這樣衝擊 你一定是要被人起訴的 那個也是抗爭的成本 對嗎 那你個個都不肯不肯 就不肯搞的 你要靠說贏別人 你又不是說得 是吧 你又沒有論述 連生卑都沒有 是吧 不要說論述 連生卑都沒有 還有一件事 你可以有你自己的選擇 但是人家衝的時候 你不要拉後腿 不要就是篤灰 你連這件事做完 你要反省一下 為何以後那些人不來 所以基本上沒有人可以搞的 是不是 所以有些人看通了 我就不來 是吧 是吧 那人家不來 你就說 你們 歸宿 是吧 不要說我現在退出政壇 如果我現在都在政壇 我都不會去 真是浪費氣 是吧 我會用我的方式來抗爭 我不會參加你這種方式來抗爭 如果我現在還在立法會的話 我會動員我的支持者 用另一種方式來抗爭 就不會好像鄭松泰 是靈 要不然見人是人間蒸發 是不是 去到這個地步 大家不用負責任 原來 初選不是人家的初 是不是 喂 建制派搞你就當然了 你今天才出來走 啊 啊 你真是 這麼奇怪 是不是 你什麼純紅似白官仔骨骨 是吧 喜歡賣盟的楊岳橋 你說 還剛剛娶老婆 那你怎麼跟你抗爭 他去坐牢嗎 他大律師 他會跟你坐牢嗎 你真是 是吧 好了 你點些群眾來 警方就說11點就會掃牆 不會讓你在這裡過夜 那你怎樣呢 那叫人怎樣呢 胡孟靖說不是啊 如果他來掃我們就走了 明天再來過 這樣 這樣就扎著帽子 扎著帽子 扎著帽子 你告訴我 你看見就覺得好笑 是不是 還有楊岳橋的一個說法是非常荒謬 他說 立法會制定議程的權力在政府 怎麼會在政府呢 是不是 是不是 立法會的秘書處 政府有議案來提 他是按照議事規則來幫你排 OK 有一套議事規則在這裡 不是政府的權力 制定議程是政府的權力 是吧 他實際是否說 政府有這種力量去設計 不是的 除了去開大會 那他有個議事規則規定 是哪些先哪些行後 議員議案是在政府議案之後 是吧 那你去到事務委員會 其他那些委員會 那為什麼要設計 政府幫你設計 請問 他這個說法是顯示他無知 他這個說法是嗎 他說 立法會制定議程的權力 在政府泛民作為小頌派 能夠抗衡的版府 其實不多 這個就是他在城市論壇說的 我一看你就是白癡 你楊岳橋不是癡了線嗎 你有沒有讀書的 有沒有看議事規則 有沒有知道行政立法之間 那個權力的關係 這樣說話都可以 你可以說 現在建制派 提出修改議事規則 是吧 來自焉 是希望 可以制衡到你那些反對派 即是破壞議會秩序 和拉布 那政府 是樂觀其成 你這樣說就行 是吧 不但樂觀其成 還要配合 在這段時間 你打這個 議事規則 攻防戰的時候 建制派 政府的議案 就收回 不提 讓你先走 先走 因為政府議案 要在前面 那他就找些無關痛養的 放在前面 然後 氣慾就是 你現在 接下來是星期三 星期四 繼續要辯論這個議事規則 和可能要 表決 這個禮拜 下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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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下個禮拜 到最後 就強途關山 你又繼續在責任 你明白嗎 是嗎 我們之前這些相關的論述 或者是生弊 都說過很多次 在立法會 說過很多次 為何修改議事規則 是一個要害 言者循循 聽者渺渺 包括泛民主派 我最有資格在這裏說 我做了六年議事規則 是否委員 是不是 我經常 利用轉議事規則的空子 是不是 我最有資格先說 你這幫盲無 當 你沒有去熟讀議事規則 還有到現在 大禍臨頭 大難臨頭 你現在還沒有去用功 繼續在喊口號 是不是 就是 之前想過很多那些板斧 結果證實是 全部都不太行 結果證實是 你明白嗎 原來你沒有想到 議員提出的議案 是不是 這個和政府提出法例 異讀 異讀通過了之後 進入一個全體委員會階段 辯論修正案 政府的修正案和議員 對法例的修正案 完成了之後才進入三讀階段 整個法例 立法的過程是這樣的 而在這個全體委員會階段 就是最好拉布的時間 因為 每一個議員都可以提出 N 這麼多條修正案 只要主席接受就可以了 你不違反議事規則 是不是 他就要接受 所以最近有人放一段影片 就講曾鈺成 講關於我提出903條 這個 就是 版權條例 草案的修正案 他生了大部分 給我很少 但是他也特別跟記者說 他說 我們關於字眼的修正 只不過在全體委員會階段 沒有足夠的時間去辯論 政府一定要留意 這是很清楚的 他用這個理由 把我的修正案定為鎖屑無寮 用這個理由 根據議事規則 是鎖屑無寮 所以他禁止了我 但是他說我鎖屑無寮之餘 他也覺得是很重要 修改字眼這些 要看這些事情 那就是拉布了 現在這個所謂 反拉布的修改議事規則 以建制派來說 他是可以 令到公眾 覺得他沒有錯 那裡要命 你明白嗎 那就是說 你過去這種拉布 是令人生厭的 沒有餡 還有沒有成功過 是不是 令人生厭 沒有成功過 跟著建制派 現在說這些似是而非的 只是針對說你拉布 即是浪摘江陰 耗費這個議會的時間 令到議會沒有辦法正常運作 這一種這樣的說法 但是 是得到多數香港人的認同 那裡才是 現在就是 大家有沒有深入分析過這件事 你現在說 拉布是我們監察政府 最有效的手段 你說這些 已經沒有人聽你說了 只是你的支持者 會聽你說 對不對 當然現在你修改議事規則 那些相關的建議 基本上是令到主席的權力無限大 這個是完全違反了 整套議事規則的精神 是違反了議會精神 這個是非常之重要 但是你們真的說不出 對不對 是吧 那有什麼辦法 是吧 你現在 你看回昨天 在城市論壇的辯論 你看完之後 你都不知道你們這些人在說什麼 是啊 那裡慘 幾個在那裡押王國興 楊岳橋 劉建義 是吧 你真的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 那裡慘 23條 不應該立法 大家很清楚 是不是 一地兩檢 都可以清楚 是不是 國歌法 大家歧視鮮明 都很清楚 這個真的不清楚 你看回昨天的論壇 故意找反方、正方 和一個比較中立的劉建義 做過內會主席 是不是 你真的看完之後 那一個小時 你不知道這三條 在說什麼 我當然知道 是不是 你一般的民眾 你怎麼知道你在說什麼 是不是 這個王國興荒謬到說 一定要增加主席的權力 你知道是瘋狂的 你很容易拼搏他 這些是 主席是chair the meeting 罵你老闆 是不是 主席是根據議事規則主持會議 而已 為什麼要擴大主席的權力 必須呢 請問 你不懂得屌刺他 你楊岳橋 是不是 然後你楊岳橋 說完那些就是 政府制定立法會以前 這麼荒謬的事情 都可以說出來 那你說是不是死得了 所以說來說去就是 明不正 即言不順 言不順 即事不成 是不是 你整個抗爭的訴求 清晰 對嗎 我現在沒有說你錯 你知不知道 你反對這幫人 修改議事規則 當然是對 我沒有說你錯 但是你策略錯 還有你不得其次先明 大家不知道你做什麼 最重要還有一件事 大家對這種抗爭的決心 是沒有信心 你楊岳橋是一 必死的國務 你解釋給我聽這句話 是為什麼 你這幫泛民主派 就是死不改悔 是不是 香港就被你拖累了這麼多年 你這幫全部 都是仆街來的 休息一會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